如果說到那種小角色的 都是一兩句對白的感覺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在那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訓練班出來 有份演出已經很開心 如果有一兩句對白說 自己是覺得自己是大明星 所以其實當時的感覺 並不是說被人冷落 或者氣氛少 覺得自己是 那部戲補了自己 非常之實色 也覺得自己如果有機會 就一定得 所以當時是開心的 我感受就覺得 每一個藝人 或者入得無線藝訓班 都要經過這個階段 沒什麼對白說 實習一下 我就不覺得有些特別不開心 但是 因為我也覺得自己不是同行 就是同期藝訓班 最標青的那個 我覺得也不怪得公司 但開始那個若干一兩年後 我就開始有一點點不開心 就是因為 因為同期我的同學 譬如曾華倩 劉家玲 那些就做了一個 很好的女主角 就是他們有機會做女主角 我就不是很高興 我剛剛在佛練班出來的時候 聽到有機會做戲 就很早就拿個劇本 拿個劇本回家 要揀開一體 發覺往往都是只有 一兩句對白 就是諸如 沒錯 打死你 但是那時候多的是時間 兩句對白 就可能會研究一天 再揣摩兩天 然後就做出來 直至今天 可能我會有很多機會說對白 很多對白說 但是奈何 因為太忙 很多時候都沒有時間去 去進一步去想一下 世事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沒有人發